一瓶這瓶但是小小之外的香蕉是臺灣兩瓶 南北市北瓜山 這幾年有農民開始在種兩瓶 這瓶地的香蕉因為山洋酒 市民鄉也很貪刑 所以介紹比一般的香蕉更好 15個月 數個月才能開發中收成 跟一般的香蕉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就相較8個月就開始收成 一般飯店在用的都差不多用臺灣蛋糕比較多 這個介紹到一般的香蕉有什麼 它量少所以它的價格高 臺灣的香蕉就是量多 所以價錢比較便宜一點 兩瓶有兩瓶 一種是臺灣的兩瓶 一種是廣南的兩瓶 臺灣兩瓶要15個月才能收成 廣南的兩瓶差不多8個月就能收成了 專門在選廣南兩瓶的農民標是 廣南兩瓶本身也比較好照顧 比較抗耐病 不會說像以前 不會像我們普通的香蕉 說一下子就感染紅葉病這樣 所以這個有比較好照顧嗎 這種也比較好照顧一點 我們普通的 平常的香蕉是一串 大概我們平常一串 都是差不多20公斤左右 這個是最多最大的 差不多11公斤15公斤 一串就15公斤 一般普通都差不多8公斤7公斤 平均差不多7公斤左右 一大早的兩瓶 經過處理就變成市民最看到 一匹一匹的香蕉 農民表示 兩瓶一般都是直接運到 台北的古菜市場 直接在那邊賣 因為兩瓶比較貴 在寶寶的接觸度比較高 兩瓶吃起來 沒有一般的香蕉 那裡香甜 但是營養價達很高 所以在寶寶也比較喜歡 歡迎 記者五位麥 彩虹報道